这个星期会有两波冷空气接力 报道第一波星期一到星期二清晨 气温会明显下降 虽然星期三星期四会稍微回温 不过到星期五又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 东北部会再度转冷 而降雨的几率也会增加 提醒民众现在日月温差大 一定要记得保暖还要期待雨具 上周末上午好天气 不少民众把握机会出门 不过受到东北击风影响 第一波冷空气将在周一至周二清晨 带来明显的气温下降 云封面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周二白天至周四 冷空气减弱 东北部气温回升 不过日夜温差大 13号14号这个时候 温度会比较低 然后14号明天 因为这一波是干冷的 所以明天早上 如果是水气比较少 云比较少的时候 辐射冷却会比较大 然后温度就会比较低 所以在明天清晨 冷温度可能会下降到比较低的一个程度 所以在15、16 开始就天气就会比较转晴一点 那17、18的时候 我们受到另外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又受到南方水气上来的影响 所以在17、18、19、20 大概天气会比较不好 13、14温度会比较低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在花莲这边 在重谷的地方温度会比较低 然后其他地方应该都还好 那我们低温大概在18度的情形 然后15、16的时候天气会比较好 到17、18的时候 受到南方水气影响 跟北边的高压的影响 所以17、18、19开始就会 温度会下降一点 然后水气会比较多 下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第二波冷空气将在周五报到 影响至周末 到时东北部气温再降 降雨几率增加 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变化大 适时注意保暖 12月18日出门公投 记得攜带雨具 记得讲帮演华临时报导